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一起美食探店的时间了 今天工作室团队来到了静岗县的热海拍摄纪录片 这个地方距离我现在的家非常的近 热海是一个温泉的圣地 除了温泉之外呢,还有比较有名的莫尔美术馆 热海秘宝馆都在这里 现在我来到的是位于热海车站旁边的某一个日本料理食堂 它有点类似于国内的小吃广场 热海靠近太平洋,这里也有着丰富的水产资源 菜单上除了鱼就是虾等众多的海鲜 今天点的料理是一份海鲜拼盘 里面包含有一份红烧的金木雕 一份金木雕的吸金烧 一份海鲜蔬菜天妇罗和一份金枪鱼和氏鱼的刺身 虽然现在看起来店里面的人很少 但是我相信再过半个小时 这里就会被人群挤满 这个就是今天的套餐食物 红红的那个就是红烧金木雕 这个是今天的天妇罗 这是一叠腌制的小蔬菜 这个是金木雕的吸金烧 这个是金枪鱼和湿鱼的刺身 吸金烧是一种鱼类的调理方式 一般是将甜甜的白味增 涂抹在鱼的身上进行烤制 时间久了以后 味增的微甜和香味就会渗透进去 今天的这一块吸金烧烤得真不错 它虽然个头不大 但是甜味渗透到了鱼肉的内部 和鱼本身的咸味融合在了一起 非常有特色 如果是拌着白米饭吃 我个人感觉是非常下饭的 接下来这个是金枪鱼和湿鱼的刺身 各两块肉一共有四块 我个人还是更喜欢湿鱼 肉咬碎以后感觉更加有粘稠感 这家日料食堂 位于热海车站旁边的商业大楼的三楼 菜单上除了这种套餐定食以外 还有各种海鲜盖焦饭 喜欢大口吃生鱼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错过 下面这个是今天的天妇罗 有一个大虾 有一个不辣的小辣椒 一个白生鱼 还有一个红薯 特别是里面的这个虾肉天妇罗 非常的好吃 它的肉质鲜嫩 加上天妇罗表面那一层粉的咸味和香味 一起入口的话 简直就是要飘下来 然后它的白生鱼的天妇罗 肉质也是非常的鲜嫩 挺赞的 接下来这个是红烧的金木雕 由于这边非常的接近一豆半岛 所以盛产金木雕 各种料理店也是推出了将整条金木雕作为一道菜的菜单 金木雕本身肉质鲜美 鱼皮非常的薄 作为海水鱼 它居然也没有非常特别明显的腥味 可以说是非常的适合各类人群食用 最后的这个套餐里面还有一份蒸蛋 好 那今天的热海美食探店节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